热室压住 这部是一部热室压住机 它可以快速地将溶解的金属 乱照公母的形状 铸造成为有用的产品 在铸造前 先用高热熔炉将金属溶解 常用的金属有 身、铝、尾、铜、圆、石等 有时也会采用铁 鋼、银、核金等 不同的金属各有优点和缺点 选择金属的时候 必须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金属制成品的抗负食性 重量、强度、硬度、炎性等 当金属被溶解成为液体之后 就会被压进机器内的闭合公母 当溶解的液体金属填养公母之后 就会冷却成为固体 最后变成金属制成品 为了加快金属的凝固过程 很多压住机都会使用水来冷却公母 由于要承受溶解金属被注入时的压力和温度 铸造公母必须非常坚固和可以承受高热 铸造公母通常会由两部份合成 一部份连接到固定的金属注入口 而另一部份就会安装在可移动的机械上 当公母的两部份闭合之后 压住机就会注入液体金属 金属凝固之后会稍微收缩 而公母在适当时间后就会打开 公母的设计会令制成品留在移动部分内 制成品就可以由机器自动推出公母外 或者是由操作员用鉗取出 压住机是一种工业上常用的高产量机器 一般的压住机不单只可以每小时生产数百元的制成品 而且还可以制造复杂的形状 很多金属用品都可以用压住工序制造 例如汽车零件、商业机器、浴室用品、工具等 在这部压住机内 性有液体金属的容器底下 有一条连接公母的管道 当公母闭合之后 管道内的热金属就会被高压压进公母内 由于常有高热液体金属的容器连接在机器上 所以这种压住机称为热室压住机 它主要用来铸造溶点较低的金属 例如鑫 这些就是热室压住机的制成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